每年过年围炉是一家人可以团聚的好机会 但是对于独居长者来说 却是更敢孤独的日子 因此华山基金会每年都会募集年菜 希望让长者感受到大家的关怀 每年岁末华山基金会都会募集年菜 希望让独居长者也能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但是今年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 目前募集的状况不是很理想 华山基金会每年都会在过年前 就是募集就是爱心年菜要送给我们服务的 全台的三万多位的长辈 那新北市目前也需要募集1266份 那目前我们募集到的只有近三成 那还有七成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 那一份年菜是700块 就可以帮助一个独居老人 可以在过年前受到一份爱心 不少独居长者的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 因此包括日常所需的营养品或是尿布等 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 基金会也希望民众行有余力能多多捐赠 那像卧床的长辈我们会需要一些 例如说大size的XL以上的可粘贴式的尿布 然后以及就是一些亚培的营养素 那在一般的老人的部分我们比较希望就是民众可以帮忙一些就是即食的食品 例如说像罐头啊或者是饱酒乳这一类的 他们不用煮就可以即食的 那以及就是最近就是寒流要来了 那我们也很担心长辈就是在家里面保暖的部分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捐一些暖暖包 让我们提供给这些长辈寒寒 民众除了可以认住年菜或是捐赠长者需要的物资来给予他们一点关怀 也可以到卢州中正路的爱心站消费 购买所需物品又能帮助长者 记者沈中林景于卢州采访报导